新冠肺炎肆虐全球 美国疫情更是严峻 华盛顿邮报由于书本并非生活必需品 实体店也被迫关门 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 情终强调人机互动 在地神根的独立书店 其小本经营的先天体质 加上社交距离的限制 在疫情打击下显得更脆弱 但随着居家隔离的措施 人们需要阅读打发时间 当作精神粮食 加上电商巨头亚马逊 放缓书机运送 独立书店看见一道曙光 趁势投入数位转型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 是2020年4月7日 由张廷伟所转写 并刊登在商业周刊官网的文章 根据美国福斯财经网报导 美国疫情爆发后 全国的独立书店应不堪亏损 以至少裁员600人 就连号称世界最大独立书店 美国波特兰市的鲍威尔书店 也在3月中宣布暂时关闭 全部门市以及计划裁员 但就在电商巨头亚马逊宣布 纷纷看准这个大好时机 投入网络数位化发展 华盛顿邮报提到 维基尼亚州的书店 Old Town Books 就将读书会与线下活动 移往线上 例如呼吁作家开设线上写作工作坊 其中著名小说家 Mac Walliser和Lily Dream Dude热情响应 SLED报导指出 华盛顿的独立书店 Politics & Pros 也将作家演讲改成线上直播 使作家可以在家中开讲 观众不仅可以观看和提问 还可以点击底部的连接 直接购买书籍 我们已经将商店变成了物流中心 纽约布鲁克林的Books are Magic 共同创办人Michael Foskostrup 告诉SLED 独立书店也开拓网络 买书平台与管道 其中Old Town Books甚至自砍运费 提供免费本定送货 非盈利组织美国书商协会 也编制了一份疫情书单 许多书店以会员电子报推广 运用多样管道 吸引读者线上消费 根据美联社 美国书商协会的执行长希尔表示 美国独立书店的网络业务 正迎来前所未有的网络销售额成长 这波网络业务的暴风成长 就像是独立书店的文化复兴 CNN报导 就连三月中才大裁员的鲍威尔书店 也宣布因应网络业务成长的需求 将重新聘雇上百名员工 规模稍大的独立书店 像鲍威尔书店既有的网站与网络业务 相对成熟也更为人所知 其他零散且资源较少的小众书店 也得有能触及读者的出路 今年二月刚成立的Bookshop 便是能凝聚小众书店的大工程 Bookshop的创办人 杭特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表示 自己创办Bookshop的初衷是要保护这个行业 他与独立书店合作 彼此利润分成互利共生 田纳西州一间独立书店的老板告诉美联社 我的书店从3月15开始关门 我就把大部分的心力投入于Bookshop 在网站上建立书单 透过社群媒体宣传吸引读者买书 靠阅读度过漫长的居家隔离期 杭特更透露 由于疫情严重 人们减少户外活动 个人的消遣需求增加 该平台每周销售额从刚开始的3万美元 到3月中已经暴冲到45万美元 Bookshop发起的独立书店募款活动 截至4月初也已经募得至少22万美元 双双于疫情期间显著成长 成为这场独立书店复兴中的打黑马 根据华盛顿邮报指出 美国六大出版商之一的西蒙与舒斯特 更宣布与Bookshop正式成为合作伙伴 独立书店就是读书人的生命 恐怖小说之王史蒂芬金替Bookshop背书 认为在现在这样的艰困时期 独立书店更为重要 它可以成为隔离时代下人们的庇护所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点击我们的咨询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的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